首先我自我介紹, 我叫李克勤 我認得他的樣子 但我不太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當他介紹自己的時候 我記得原來我爸爸經常聽他的歌 當李先生走進來那一刻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問Gigi 他是誰 誰來的? 你喜歡他… 我真的不認識他 當他自我介紹完之後 我才知道這個人是誰 回家門的時候, 我會覺得見過Gem 但我沒想過會見到李克勤 大家千萬不要誤會 我不是評判, 我不會給分 我也不是你們的導師 我只是你們的奶爸 你的身分是奶爸 我們沒理由叫你做奶爸 那你想怎樣? 我們應該怎樣稱呼你呢? 因為我公司有很多人都叫我李先生 大家叫我李先生就行了 李先生… 為什麼? 他們當你好像老師 老師早安 李克勤, 如果不開心, 是什麼? 會… 如果我不開心, 是… 你不開心 會做什麼? 是, 會變成什麼? 是IQ體力 什麼? 真的? 真的是IQ體力嗎? 我以為… 真的猜不到 真的是臉克勤嗎? 不是吧? 你說是什麼? 你說什麼? 貝勤 貝勤 這麼多次表演 有沒有遇到過什麼很瘋狂 最瘋狂的粉絲 在內地做表演 那時候也有點新 唱完一首歌之後 就有一個很遠的女生 排除萬難 衝破障礙 拿著一盒花出來 你可不可以播給譚詠麟嗎? 不可以… 我可以播放 謝謝 謝謝